各位 你好 我是心齋 一念不生 蔓延放下 南華錦講 喝茶 都要記住這一句 善茶一味 才是有真理 南華錦先生是我國一代偉大國學大師 精通如色度 一生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和建設 不僅是著名的教育家、學者、詩人 也是佛學家、武術家等等 在先生人生的歷程中 和微生的閉關修煉對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也奠定了他在佛學上的根基 和微生閉關修煉期間 寫落很多的詩篇 同時也對佛教的修行中 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這些思想不僅體現在他的學術 預作方面也融入到他的詩歌裡 記得藍先生在佛珍元先生原文一詩中 不僅寫出他對一些修行修為方式的批評 也在結尾處談到自己對茶的深刻領異 善是善 茶是茶 我和朋友說起學茶的經歷最初的時候 喜歡是喝綠茶 也是因為受老人和父母的影響 看綠茶在大玻璃杯中的萬妙無知 事而圓庭 事而浮醇的樣子 卻有些感慨可圖 後來來到南方城市生活 接觸的人多了 喝茶的種類自然也增加了很多 從起初的鐵棍陰帽、燕岩茶、鳳凰丹寵 再後來的白茶、黃茶、安化黑茶等等 這樣的一個過程經歷了很久 當時甚至因為一款茶 特地去原產地學習和了解 漸漸也因茶結交了很多朋友 後來偶然地喜歡了普里茶 起初也是因為它內泡 喝一個早茶幾個小時 一泡普里茶就夠了 並不像以前的一些茶 總是要泡幾泡才行 我們為能更深入了解普里茶 不單深入雲南的麥林深處 更是請教拜方了多位茶界的大師和專家 可謂是踏破鐵界無密處 得來全要靠功夫 從此日子更多的時間 泡在茶湯裡 和茶有了不解資源的同事 對茶也有了更多的體會 生活中和朋友一起品茶的時候 或者在一些茶屋間接的時候 總會有人問 接觸茶這麼多年 我對蠶茶一味的理解是什麼 它的回答向來 執學而簡單 蠶是蠶 蠶是茶 脫離了茶的蠶 依舊是蠶 擺脫了蠶的茶依舊是茶 兩者既沒有必然的聯繫 亦不存在依托關係 學茶 空的開始 空的結束 從未在自己茶室掛過 添茶一味 亦從未在工作和環境中寫過時 無需擺出一副自觀的平面鏡 亦無需造作一份內在的提醒 只是有一段時間 我在自己的茶室裏面掛了一副自己的字 空 而這個空字亦是自己掛了很久 三靜三穩 三靜三收 之後替換 當時亦有一些好奇的朋友問 為什麼掛了一個空呢? 又有什麼的切誤呢? 談不上什麼切誤 只是說正如我們學茶 都是從空杯開始 最後到空杯結束 開始的時候是期待 結束的時候會滿滿 被喚醒的生命 給了我們收圍的道場 隨著茶湯口感的漸刺變化 從濃香複動的有色有味 到清淡清歡的無色無味 不是一個空嗎? 悠久的歷史場外裏面 太多的文人脈 還有大師高僧 都對茶道和善茶 有著自己深刻的認識 我們從他們的解語或詩歌裏面 發現我是未曾察覺的世界 亦從他們的切誤中 也讀著自己的生活 不敢妄談 善茶一例件 在無等等的歲月裏面 是茶本無言的自觀 一些茶友總是有點迷惑 為何我沒有一個結論 其實不論對於學茶還是生活 你曾經歷 由何以懂得呢? 沒有結論才是我的結論 正如有很多網絡平台 我們看到一些專業人士 告訴我們 什麼茶怎麼泡 什麼茶應該怎麼傳 什麼茶有什麼香味 什麼茶可以入藥等等 可任何人都不能夠 替代我們的感知和感受 正如剛剛所說 從空開始到空結束 喝茶無非是一個簡單的動作 將水燒開衝出茶湯 喝下去 藍先生說善茶 幾日之前的茶會品嘗的是 七十年代下瓜圖 茶會之後 大家聚在一起再次提到 中國的茶道 有一個茶友提到 藍懷錦先生 生平怎樣喜歡喝茶 以及專門有人幫他做茶的事 話題再次引發 大家對善茶的興趣 每個人都從自己的角度 講著善茶之道 講大家可曾知道 藍懷錦先生寫過 《報復珍怡先生》 原文詩裡面 其中最後七個字 算是對善茶的深刻見誤 大家都好奇 到底藍懷錦先生寫了那一首詩 也有編七個字 講出善茶的深刻見誤 藍懷錦先生在 和薇山閉關修煉期間寫下的 《報復珍怡先生聯文》 《雲作忽平與作法》 《天遙豪富度增加》 《駐山自有安心陽》 《問到人無泛海猜》 《月夏天經來虎爆》 《暗前半座殺桑麻》 《何時或飲人間水》 《但吸清乾不煮茶》 《幼如夜店山茶易可口》 《色烤松火煮石泉》 《孤長莫義禁沙滿》 《惡青山城長短巾》 《幽對故人師故國》 《但將生火視深茶》 《一勾茶志戰家空》 《軟近高低亦定通》 《末戰清香往來者》 《誰因居止魏西東》 很多人對於這些療寫 《閒茶》的詩句並不陌生 尤其是蘇式法人心醒的千古絕唱 不過對於藍華先生而言 《惡時或飲人間水》 《但吸清乾不煮茶》 《惡美山》的閉關修煉 《對日後藍華先生的發展》 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其他他認為佛道眾生 眾生道佛 對一些修幸的方式 他提出了批評的意見 修幸的過程 和藍先生始終奉行著 修幸悟道在日常生活的瑣碎之中 並非刻意在某一件事物中 正如喝茶 茶乃生活尋常物 如穿衣吃飯一般 在物果兩亡的世界裏面 在萬法自然的宇宙之中 我們的修幸和修道都在生活裏面 在佛法中修幸 在生活中悟道 學時或飲人間水 但吸清乾不煮茶 即便離開了茶 同樣可以在一杯白水中 體會到茶的滋味 是啊 離開了茶 我們亦能品德茶的滋味 成如空杯開始 空杯結束一般 從無茶到無茶 我們倉下的是茶 非茶也是茶 但吸乾水不煮茶 物果兩亡最清寬 一歐茶水空卻無 無問西東無問茶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好 好 好